所以自古以來 大修行人坐過來都是非常寂寞的 江一志老師跟我講 李秉斌老師要往生前 江一志老師跪在李秉斌老師床的前面 李老師往生內盤的那個床 現在還在台中聯社 那天我們再去參訪過 江一志老師就跪在他老師的床的前面 他跟他老師講 老師你走了我怎麼辦 李秉斌老師跟他講 你不開悟你不悟 我再停留失戀再活失戀也沒用 李老師是97歲 然後李秉斌老師就跟江老師講 他說你的個性很怪奇 他不講奇怪他說怪奇 因為江老師是畫家是藝術家 藝術家的個性都很特別 他說你的個性很怪奇 不是奇怪 莫學呢 明年九月呢 要在中國廣州呢 幫江一志老師辦他一生的畫展 非常精彩 他的畫呢叫道義春秋 在春秋是講歷史 江一志老師的畫呢 畫中有說法 說法 所以他常跟建功法師開玩笑 他跟建功法師說 你是君子 我是小人 他說呢 君子動口 小人動手 因為江老師呢 用畫 畫是經典世界啊 極樂世界廟園圖 極樂世界廟園圖 極樂世界廟圖圖啊 合家廟圖啊 妙音啊 就是無量壽禁 廟園圖啊 是官無量售佛經 閒國啊 妙音啊 妙果圖呢 是佛朔阿彌陀經 這是他悟出來的 張老師畫完無量售經 廟圖圖呢 妙音圖的時候 極樂世界的妙音菩薩來跟他說法 入夢說法 他說我是極樂世界的妙音 他說 同名妙音如來 他說不是 不是那個音樂的音 是因果的音 他說那我沒聽過這個妙音菩薩 所以 所以江老師說他老是在往生前 最後給他臨終的交代是說 你是一個很孤獨的人 所以江老師說也好 我如果不是孤獨不是寂寞 我畫不是這樣的一個繪畫世界 孔門七十二線 孔子聖基圖 第一變相圖 法治之間 可以講說 充滿智慧跟修法的這個畫 他說 修心人就是要寂寞跟清淨 所以孤獨跟寂寞